争取最后推销机会台南市长电视辩论会 你参选人都说自己准备好了 结论时间分秒不能浪费 还有参选人直接打出行政院长赖清德这张牌 我会延续赖清德市长所建立的 人事公开工程透明的原则 这里落实行政青年爱乡土的执政理念 台南市政府绝对不容许有黑手操纵 赖院长来到台南22 23 23号当天有两个大家所谓的外加的行程 所有的人都开始讨论 到底是不是因为侯友宜副市长到台南 所以才增加 我第一时间跳出来替赖市长赖院长做澄清 靠着赖神人气希望民调跟着网上冲 但初选竞争激烈花招满天飞 这场初选我个人期待 这是一场跟市民对话的过程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的跑道上累积的智慧 能够互相激励出对台南市的想法 而不是一台又一台的游览车 重复的动员再来到造势场上 第一个你的政策 第二个你的人格 如果你没有一个政策 只是在打高空 人民久了以后也会害怕 端出政策牛肉争取选民支持 台南市长六抢一 就看选民最后决定 记者 宋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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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